自农的力度 各方面都在采取一些措施 增加这个农产品的攻击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生产等9项调控措施 目前新增206亿元粮食综合制补资金已经陆续发放 中央财政已安排了15亿元对生猪调出大线实施奖励 对低保人群全国已经拨付30多亿元肉食补贴 2007年年底 全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5.3万公里 比2003年的3万公里增加了77% 公路总里程增加90%以上 这五年 全国的铁路又经过了两次大提速 2007年 全国13.6亿人乘坐铁路出行 比2003年的9.7亿人增加了四成以上 青藏铁路已经在2006年7月1号建成通车 2007年 近1.9亿人次乘坐飞机出行 比2003年乘坐飞机的1亿人次增加了90% 目前 全国52%的线 61%的人口都能享受到航空服务 全国人大和政协今天举行四场集体采访 人大代表农业部副部长威朝安表示 2007年 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 增收553元 是历史上农民增收最多的一年 八位少数民族代表还就如何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接受中外记者提问 四位政协委员表示 应把民主党派帮助贵州省毕节地区脱贫致富的经验 推广到全国其他贫困地区 从智力上 科技上给予贫困地区更大支持 此外 70多家境内外媒体对经济学家立以宁进行了专访 他认为 奥运会之后 中国经济仍将持续稳定增长 这两天 两会上关于促进就业和扩大社会保障面等内容 一直是百姓们热议的话题 三月上旬正是河南开封再就业职工小额贷款还款的日子 做无几年了了 我是做童装超市的 小材料 人群中 一位小朋友的发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她的妈妈是一名下岗失业人员 政府的两万元无息贷款 让她办起了一家儿童理发馆 现在小店的生意很红火 像她一样 这些受政策扶持的创业者们辛苦并快乐着 经过这两年多了运行 卖了放着 省了害着 而在北京 广东等地 针对农民工的培训更让他们走上了高技术岗位 培训了有一百多个小时吧 技术工艺学 冷家工程方面 现在两千多吧 在随机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此人很多人通过职业培训找到了工作 但对未来他们还有着更高的期待 能不能把这个小额贷款的额度再提高一些 另外把这个使用时间再延长一些 在每一次对媒体开放的会议上 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忙碌的外国记者 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很多外国媒体都派出了比网界更加庞大的报道队伍 报道的重点也更加突出 路透社的记者简森每次都提前一个多小时到达人民大会堂 试一些比如说如果有什么部长进来 商务部 财政部有谁个机会问他这个问题 简森说他最想问的是政府的会农政策 因为几天前他刚刚深入山东农村 做了家电下乡的调查 简森在采访了第一个拿到补贴的农民后写道 农民买电视 手机和冰箱可以享受政府补贴 有助于中国7.4亿农村人口中很多人改善生活 法国电视二台的高猛说 前不久他们去浙江和河北 采访了当地的垃圾发电和太阳能力用 外主流媒体对正在召开的中国两会 给予高度关注 英国金融时报 泰晤士报 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 重点突出了中国政府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经济结构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以应对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与全球经济增长减速的矛盾与挑战等内容 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说 温总理对国际经济形势 有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分析 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危机意识 下面请看简讯 应我国政府邀请 日本青少年友好使者代表团一行一千人 今天开始分别对上海重庆大连等地进行访问 并将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开幕式 世界首艘电子标签集装箱运输船 今天从上海启程前往美国 这标志着由我国自行研制的这一技术 正式在国际航线上启用 中国铁剑A股今天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中国铁剑采用先A后H的发行方式 H股拟于近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交易 昨天新闻联播报道的 长春并未产妇引文胶 经过连夜抢救 目前病情有所好转 但依然处于重症监护中 8号凌晨 尹文娇在泼妇产手术时大出血 生命危急 黑龙江吉林两省联手展开爱心救援 许多市民跨省为产妇运送救命药 并自发捐款奉献爱心 美国媒体9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称 目前美国24个大城市的日常饮用水中 含有抗生素镇静剂 甚至性激素消炎药等多种药物成分 长期饮用可能给人体带来危害 报告说 美国不少地区的地下水已经被药物污染 这些地区的饮用水在进化过程中 没有经过清除药物成分的工序 由于美国利空市